要上车了 抓紧时间上车 我们要交接关闭车门 12月26日 首趟开通运营的C1893次列车从广州白运站缓缓驶出 预计两小时后抵达广东省汕头南站 这是汕汕高铁的首班列车 但更重要的意义是 这标志着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枢纽综合体之一 广州白运站正式投入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白运站是 它的名称就是综合型的一个交通枢纽 是集地铁 高铁 还有普铁 还有客运中心为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枢纽 建设白运站的工程师向记者介绍 广州白运站不是单一功能的交通枢纽 它是中国首次在铁路站台上方大规模造地的站房 造地总面积约6.8万平方米 功能上涵盖办公 商业 酒店等多种形态 广州白运站是按照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建造的第四代高铁站房 广州白运站采用云山珠水 盛世花开的设计理念 绽放外形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 后车大厅两端的木棉花红 与象征云山珠水的折板造型吊顶东西贯通 蕴含白隔蒸馏的广东龙州文化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各餐建单位广泛运用智能化 数字化建造技术 取得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 不论是主体结构施工还是后期的咱们装修工程的施工 都在施工之前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样板选取 进行三维建模 变为建模的数字化模拟的 这个前期的一个碰撞 在前期的过程中就把 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把它规避掉来 就通过建模然后数字模拟这些来发现哪些位置可能会存在问题 就把这些位置全部都在前期解决了一大部分 就变形在我们后期过程中 一个是材料的一个材料绿色这方面的考虑 另一个就是时间上的一个缩短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州白云站开通后 广州铁路枢纽广州站 广州东站等车站功能相应优化调整 各车站分工更加科学合理 将极大便利群众出行 对提高广州铁路枢纽客运能力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